老板,你是不是Avengers,X-Men,还是Spider-Man的粉丝呢? 你一定知道,他们都是来自Marvel这家公司的 这样老板,你知道吗?Marvel在2009年是被Disney收购了 收购的价钱是$4.2 billion 可是,你一定不知道,Marvel在1996年的时候差一点bankrupt 他们在那一年,请了一个新的CEO叫做Peter Kunio 他用了三年的时间把公司从亏去到赚钱 这个公司案例提醒我们,其实所有成功还是失败 就是depends on领导人,everything rise and falls with leadership 这样要怎样的角色才是对的领导 其中一个就是肯承认自己的错误 Peter有分享过,他还没有进入business world之前 他是在US Navy海军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有一次 他们在海上做任务的时候 他的船长给了一个错的order 差一点,害死真烧船的人 那天晚上发生,让他们不相信这个船长 也觉得他不适合继续做leader 可是你知道the next day马上发生了什么事吗? 第二天一早,这个船长就开了一个meeting 然后召集每一个船上的人都开这一个meeting 那个船长在meeting的时候承认自己做了一个错误 他希望在一个小时里面讨论diagnose到底错在哪里 而且下一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老板,你有没有做错过决定? 如果你做错了,你会怎么样做? 老板还是领导人都是人,我们都会做错 我们都有强项,有弱点,而且也有盲点 as a leader,要带领团队,要给对方向,给对决定 一点都不容易 最大的问题不是做错 最大的问题是做错了,还没有知道还是继续做错 所以我们要承认问题,面对问题,还有解决问题 老板,请在comment box里面跟我们分享 你有没有犯过错?犯错的时候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Marvel Turnaround的CEO Peter那边学到的东西 他从他之前的Navy Captain敢于承认错误 再加上他们马上diagnose问题,还有解决问题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